女人刚想回家 不料去迎面撞上了什么 女人有点懵圈 明明自己面前什么也没有啊 这时她试探性地伸出手往前摸了摸 谁知竟然摸到了一堵看不见的空气墙 更糟糕的是 女人发现这堵墙不仅没有边界 甚至还没有一丝缝隙 尽管她折腾了好一会儿 也没能走出这面墙 女人打死也想不到 自己只是出门捋个油 却被一堵空气墙给困在了里面 然而女人并没有放弃 随后她便开始带着狗狗一起去找其他出去的路 好在这时她看见了一户人家 然而正当女人准备上前打招呼时 却发现自己的面前又出现了那堵空气墙 更诡异的是 面前的两个老人竟然都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无论自己怎么敲打和呼喊 里面的人似乎都听不见她的声音 更让女人感到纳闷的事 虽然老头站在那里没有动态 但是很明显能看到水在流动 这让女人意识到是不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于是赶紧闭上眼睛缓了缓 然而当女人睁开以后 面前的场景却依旧没有一丝改变 没办法 女人也只能带着狗狗离开了这里 到了晚上 女人暂时先返回了林子里的小屋 打算先休息一晚明天再想办法离开 可刚躺下去没多久 女人就听见屋外传来了什么声音 于是她便准备起身去查看一下 可谁知女人刚一打开门 那堵空气墙竟然就缩短到了她的面前 此时女人崩溃了 下一秒 然而幸好这只是女人的一场梦 随后女人再次来到了昨天的那户人家 却发现两个老人依旧保持着 昨天的动作丝毫没有变过 看到这些诡异的现象 女人是一秒也不想再多待 于是她开上旅游来时的小汽车 准备用车子直接撞破这堵空气墙 然而就在下一秒 车子最终被撞了个粉碎 可强却依旧没有一点反应 这时女人好像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出不去 于是为了生存 女人便在墙里种起了土豆 毕竟还是得先考虑怎么活下去 时间久了 她的小伙伴也便都成了小猫小狗和小牛 甚至慢慢的 女人开始变得不再那么想出去 因为她觉得和狗狗沐浴在阳光下的生活 甚至比在外面还要开心 然而就在女人以为美好的生活 将会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 一个不速之客却闯了进来 就在这天中午 女人和狗狗像往常一样正在往屋里走 可紧接着狗狗却好像发现了什么 随后甩开女人就跑了过去 然而等女人掏出猎枪赶到的时候 却发现一个男人竟然拿着斧子 砍死了自己的狗狗 毫不犹豫地扣下了关机 直接就打死了面前的男人 可尽管这样 一直陪伴自己的狗狗最终还是倒在了血泊里 紧接着女人便再次拿着猎枪走向了男人 可碰了几下也没有反应 女人便意识到男人是死透了 随后便将男人毫不留情地扔进了一片乱石之中 而从那以后 女人便再也没有想过出去 而是一直永远地待在了这堵隐形的墙里面 凡是在有人走进她的视线 她也将毫不犹豫地将对方驱逐